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近30年来中国游客被本地的旅游业者当成是财神爷般看待 虽然中国在本月8号开放了边境 中国公民可以更自由出国旅行 但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疫情严峻 所以此时此刻要不要限制中国游客入境 就成了各国一个很争议性的课题 而国内现在也出现了两极化的反应 大马旅游机构协会MATA的主席 穆罕默卡利哈伦就向前锋报指出 暂时不让中国游客到来 其实对本地的旅游业 他看来影响不会太大 穆罕默卡利哈伦认为 单靠本地的游客旅游业 其实是还可以生存的 他就举例说上个星期 他本身想要预定吉隆坡某家酒店的客房 却发现已经爆满了 可见本地市场能够支撑我们的旅游业 另一方面 要是当局坚持对中国游客放行的话 他认为就必须重新收紧旅游SOP 直到我国单日确诊病例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为止 同时他也促请本地的民众 除非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处理不可 否则这段期间他认为最好不要前往中国 以上是大马旅游机构协会主席的意见 可是沙巴当地的旅游业者却万分期待中国游客的到来 并期望当局能够简化他们的入境程序 中国游客一直都是沙巴旅游业的重要支柱 目前有业者呼吁沙巴政府简化入境程序 更好的接待中国游客 针对这点沙巴首长哈芝芝表示 州内阁将在明天的会议中做决定 并讨论有关的标准作业程序 哈芝芝表示现阶段一切都还没有定案 必须等州内阁议决后才能对外公布详情 另一方面土团党青年团团长袁怀少 今天发文告促请政府暂时禁止中国游客入境 以保护人民的安全和国家的经济 他认为目前中国依然被疫情笼罩着 政府应该吸取2020年的教训 别让新冠肺炎高风险国家的游客入境我国 针对多个国家陆续祭出限制中国游客入境的措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家杰菲利·沙门就认为 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把这个病毒挡在国门之外 但问题是新冠病毒已经无所不在 所以在他看来阻止中国游客入境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有人就问了 中国现在不是病例暴增吗 难道我们不怕会出现更难对付的变种病毒吗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免疫学家安德森就说 有人认为中国的大量病例会导致病毒变异 这是完完全全的误导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病毒变异反而是他关注的最少的问题 而世卫组织流行病学家科克沃夫认为 奥马克兰毒株已经有500多个分支在全球范围不断的传播 全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变异毒株 未必是来自中国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目前的专家其实也还不太确定 这个病毒变异的根本导音是什么 所以也就无法确定这个变种病毒会出现在哪个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